方舟子又炮轰了 这次他炮轰的对象是众多名人明星拜访的气功大师 这次方舟子他说的有理吗 一起去看一下 最近一组赵薇李连杰马云等人在江西拜访气功大师的照片在网络上传开 然而就是这几张照片竟然引来了学者方舟子的斥责 称这位气功大师是个江湖骗子 马云赵薇李连杰的师父王林大师是这么表演 用意念吹断快架的 右手接过完好的快架 偷偷扔掉 从隐藏的左手接过引敲断的另一个快架 然后吹嘘他吹断了 他的吹功的确不错 但陷于吹嘘 方舟子所说的这位气功大师王林是江西卢西镇人 社交极广 特别是与演艺圈的明星艺人交往甚密 除了赵薇李连杰成龙王祖贤以及刘小庆等圈内大伴都是他的至交好友 能受到这么多大牌明星的追捧 这位大师真的会是个骗子吗 于是我们找到了方舟子口中的吹断快架的视频 在视频中可以清楚的看到 王林接过经众人检查的陶瓷快架 并且握在了手中 不过之后他却 是的 他把右手握着的那个完好的快架扔了 随后王林又从左手拿出了另一个 手指还一直抵住快架的两端 看来这次方舟子没有乱放炮哦 这位气功大师还真是徒有虚名 哎呀那赵薇李连杰成龙王祖贤刘小庆 这一群明星岂不是都被蒙了吗 所以说交朋友可千万要擦亮眼睛呢 新闻再现 综合报道